白貨公司要拚人氣 重新改造之後 除了這個紫色地毯之外 還把這女鞋打造成 鞋旅圖書館 紫色裝潢一雙雙女鞋 擺在架上 用鞋旅圖書館概念重新出發 四肢上千萬 一邊走奢華風 一邊是時尚俐落風格 來到地下一樓 黑系列色調 宛如夜店 強調個性化 創造新鮮感 吸引年輕消費族群 因為很漂亮 大家就會想進去看一下 裡面是什麼樣子 白貨雜錢重新規劃樓層 就是因為一旁新開的 百貨虎視眈眈 走年輕化 主推韓日系品牌 每個樓層從包包衣服 到飾品都有 打破以往百貨公司 一層樓一個類別傳統 吸引年輕女性 吸引區被列為 百貨一級戰區 得做出差異化 才能突破重圍 像星光三月跟貴婦百貨 及新開的吸引微風 都走時尚精品路線 日系百貨版及鎖定上班族 ATT則是都以年輕品牌為主 競爭越來越白惡化 一樓都是保養品 然後沒有那麼多賣小東西的 現在這邊就滿年輕的 也有吃的 賣的東西好像都一樣 因為廠商就是這一些 不斷的更替 可是實際上 在每一個百貨公司的定位裡面 如果沒有做出差異化 你就會發現它很難生存下去 有的百貨為了提高買氣 雜嫌裝潢 有的則是不斷調整櫃位 拉攏知名品牌 擴大消費客群 有了差異化 曾能在百貨大戰中 殺出一片血路 G9紅星邱子麟台北報導 有了